经济实力及国力 主机总处发布今年第二季经济成长率 概括为5.09% 比预期的5.18%下修0.09个百分点 在下半年预测不变的情况下 全年经济成长率也由原预测的3.94% 下调到3.91% 主机总处分析 主因是因为出口扩增不如预期 但整体表现没有不好 没有特别强劲的一个反弹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主要的市场 它还是以比较高的棉木利率 在抑制通膨 这个高利率的一个情况之下 所以我们看经济成长率的话 大概就是要参考基期 那参考去年的基期的话 今年大概就是逐渐减缓 即便第二季经济成长率表现不如预期 但单从数据来看 台湾人居亚洲四小龙首位 至于全年经济成长率 中央研究院选择上调到3.88% 中经院同样乐观看待 中经院预估台湾下半年景气稳定复苏 GDP有望坐三望四 但这些数字对民众来说很难有感 民众五感也跟近年产业结构转变有关 经济成果分配给股东的份额逐渐上升 分给员工的却下降 占全台就业人口最大宗的服务业薪资 也没有跟着GDP提升而成长 感觉到好像蛮萧条 我们家那个松山区那边 很多商店都关了 那个可能就是少数真的觉得说 那个上面赚的钱多的部分 就是真的比较多 自己的感觉没有到 对对对 毕竟薪资涨幅追不过物价涨幅 民众对于数字五感也并不见怪 下来一期完华少平 林佳切台北报道